这应该是近几年迷路测试成绩最差的SUV之一了 丰田荣放的紧急变道测试实在是惨不忍睹 C11公里开始 荣放就展现得比较吃力 甚至在C区时车尾一度发生弹跳 速度继续提升一公里 在原来的表现基础上 症状更加明显 在B区车尾测滑之后 C区又突然弹跳了出去 测试过程中稳定系统也没有介入减速 当然有人会问这样的测试有什么意义 看来这样问的人是没想到路上 突然遇到紧急情况进行躲闪的操作 极限越高 在躲闪避让时 越不容易失控